Mr. Ben 终于到了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我又回来了 Yes 哎呀 这几天比较忙啊 现在天气也是 还是很热 居然说是近秋了 新加坡还是很热 昨天也是刚刚从马来西亚回来 吉隆坡回来 马下来是很热死啊 真的是 然后 下来呢 年底快到了 好快啊 一年一年的这样过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 一个月一个月 一年一年 现在呢 要去学校 因为有一个学生 嗯 我是他的监护人 所以要去看他的老师 不懂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就赶紧赶过去 见一见他的老师 终于搞定了学校 嗯 这个学生有点坏蛋 没啊 没事了 这小事了 这时候 叫我上去 多了解一下 小孩子的情况 大致上不是很大的 事 学生嘛 有哪个学生不坏蛋的 你跟我说 对吧 哎呀 现在很多父母啊 尤其是 中国的那边的那些父母啊 很想把小孩子啊 寄出 呃 送出来读书啊 送出来新加坡读书 马来西亚读书 英国 哪里都有 可是 首选的话 会是这几个地方 香港 新加坡 这两个地方 看年龄啊 年龄层 嗯 因为 毕竟 年龄 越大 就可以往 更 远的地方去嘛 年龄越小的话 最基本都是在香港啊 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这三个地方 会比较多 好啦 现在不多说了 搞定完了学校 现在就 前往西部 今天呢有一间 公寓 已经是 装修完了 是阿班的 装修完了 其实他装修 装修完了 大概有 有有有有有有 有 一两个月吧 啊 因为 全部东西搞好了 才拍嘛 呃 我也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所以刚刚好 刚从金融波回来嘛 刚好这 今天 稍微的有一个 有一个空档 就跟他说 赶紧的把它拍了 要不然呢 又 又在忙的时候 就没时间拍了 对吧 好啦 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一间了 阿班应该是在这里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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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帅啊 嘿嘿嘿 好 今天这一间 我们帮他装修了什么 哦 今天呢 我们装修了 OK 这个是一个两楼的condo 啊 然后我们 大致上就在 啊 啊 这个 re-design了他的kitchen 所以他的kitchen 本来是 啊 比较小一点的 所以我们扩大 啊 这个 before我们going kitchen 这个客厅 我们也是做了 还有加了一个风扇 给大家diving area 吃饭的位置 然后最重要 就是在这里呢 这里他们出了一个island 好 我们打出来了一个island 所以他们啊 可以有一些family gathering啊 东西可以放在这里啊 所以你能注意一下啊 这个就是 我们的dacton lucid dacton 我们这个是一个20mm的profile 这样下来 诶 我问你啊 那时这个dacton 是跟那个tampinis的 对对对对 你还记得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呢 也是dacton 这个也是dacton 可是它的效果是不同的 它的patter是不同 那个是helena 22 这个是lucid 有不同的名 这个lucid 有一个变号吗 嗯 没有变号 变 patter lucid 就是它的model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整个 都是一个island 吃饭的时候 就在这里 然后后面 我们也是跟住dacton 也是跟它打过去 也是dacton的效果 效果 打灯效果 很重要 嗯 所以这个灯要打出来 然后这里呢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sink 这个sink 这个sink area 我们是故意设计方 下面啦 为什么水啊 什么 比较容易清啊 比较腻 比较干净 比较minimalistic 然后这里呢 就是它的wack kitchen 所以你看到 这整个kitchen 我们呢 是segregate 成一个dry 跟wack kitchen 里面这里 就是wack kitchen 还有 进来一下 所以进来一下 这里呢 就是一个l型了 我们maximize它的space 所以可以煮 煮饭啊 可以做一点food preparation area 这里就是它的sink 角落头这里呢 就是一个 地方 我们有一个 rubish chute so rubish chute 这个我们开住 哦 那个就是垃圾桶 我们丢垃圾的地方 okok 你看我们这边里面 那垃圾桶在里面而已 好 这里就是它的sink 这里呢 你就注意到 它的这里的table top 跟画面的不同 这里就是我们的granite 这个是steel grain steel grain 那个是dacton 所以这里比较暗一点 是为什么呢 比较暗啊 有时候啊 所以比较容易maintain 所以这里呢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basin 比较大的sink 这里的sink 就是for它们大洗啦 好像你的整个锅啊 tot啊 大样都可以进这里 那里前面是洗杯子的 所以这里呢 我每次有做了一个wack 可以放东西在里面 洗了就放在这里干 也是用bloom的 黑玻璃 为什么黑玻璃呢 黑玻璃黑的 我们全部可以配一下 黑玻璃 然后这里你就看到有点特别啦 因为这个stove 是single gas stove 然后这个就是走电哦 这是induction cooker来的 所以在这里induction cooker呢 你可以用不同的煮法啦 有些人炖汤啊 要煮汤啊 比较快啊 这个induction就蛮快一下的 然后有时候啊 要work head的味道啊 还要traditional的这个 一点火啊 就用这个啊 所以这里上面是个hood 所以hood呢 我们打线 打中间 跟这个对线 所以整个整体 煮的时候 它的那个fumes 油气 全部都可以上去 然后可以在这里接住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玻璃门哦 这个玻璃门是来做什么呢 煮饭有时候大煮啊 然后比较smokey 比较有很多烟 这个就可以关上去 哦 整体就很舒服 味道就不会出来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dry kitchen dry kitchen呢 这里有一个alvern 然后它有开关 control suite在这里 里面就是pantry ok 然后这里呢 就有一个 有两个位置啦 通常的家族上 都是有一个 啊 啊 这里呢 我们的屋主就比较啊 喜欢煮饭啦 所以他们家庭主 比较喜欢煮饭 所以两个位置 so that means that 特地就是把这个厨做大一点 放两个冰箱 对吗 对这个slot 放两个冰箱 我还做了大一点点 因为到时候可能这个会换啦 这比较矩一点 换比较大一点 就还可以进去 ok ok 对 然后我们到这边就是还有鞋除 对了 这里还有鞋除 所以这里的鞋除在后面 这里后面是有一个riser 所以我是 躲住那个riser在里面 所以这个整个都鞋除到完 在这里 这里后面是riser 所以double arm 还有这个setting 所以换鞋的时候 还可以在这里做 好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换去french window 所以你看到这个french window 在这里 然后这个cutter也是 这个我们叫做blinds 这个blinds也跟它特别配的 所以跟它两个 然后这间房子 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来 这个花了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 哇 ok 今天的呢 这间房子呢 我们大致上是做了整个厨房 还有一部分的那个dining area 对吗 对的 还有它的地板啊 墙壁啊 油漆啊 油漆啊 水啊 电啊 厨啊 还有桌面啊 全部这些全部都 都跟它搞定了 所以我们花了大概 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对的 不容易啊 我们这里呢 地上的魔幻的砖 我们重敲waterproofing重做 然后你看一下 这里以前是mahapur来的哦 然后我们这里 side area segregation给它 这个就是foyer 还有kitchen的area 这个砖呢 我们用了一个12600的砖 大型的砖 所以看起来比较大方 缝我们也是看的比较少 所以 然后那个砖 我们是可以打中间 做的很舒服 很安稳 好了 那 今天呢 这一间呢 的装修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人 喜欢的人 记得 写进来 还有contact我们 ok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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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完整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